许多人会在红黄线违规临庭 引来不少民众检举 不过未来警察机关恐不受离类似案件 我觉得合理的吧 有时候真的是不得已才会先靠边 那平常也是先劝导不会直接开单 开办一部分红线让人家临庭 就是银行区或是学校区旁边有没有 开办一间区区让人家临庭 这样就可以 我是挂急诊 然后就是民众检举了 民众对于条文修正各有看法 交通部政策已定 未来法令也将如期上路 民定了46项民众可以检举的交通违规项目 限缩在路口 公车招部站 加房车出入口等严重影响 交通安全跟秩序的静态违规 正式是行后民众可检举的项目 以对交通安全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义实施警察取缔的违规项目为主 最主要是用来减少 报复性或恶意的检举 修法是为减少第一线警员疲于奔命 民众切勿因此而松懈 避免交通意外再发生 当爱新闻是宇晨李建宽台北报道